大家好 據說我在Facebook 看到一個新聞 就說迪士尼現在是沒有人的 所以呢,今天星期一 下午的五點多 我就跟家人來迪士尼 引證一下這個傳聞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是買了年票的 所以經常跟女兒老婆可以來這裡 你看,來迪士尼看夕陽 是多美麗的事情 那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呢? 也不是的 也有幾個旅遊巴在這裡 都拍了相當多旅遊巴 但是比起平日來講 人真的不見了 有幾個 看看園區裡面什麼環境 就這樣在附近走 就看到很多東南亞的遊客 比以往少了很多 就是內地客 因為簽證各方面的團都停了 所以呢 今次來那個 這個隔著 跟以往都相當之不一樣 那在迪士尼的 地鐵站門外呢 都看到很多人的 其實不是完全沒有人的 但是當然 有很大部分是工作人員 現在這些是放工時間 但是旅客也不算很少 都不去到門堪羅著 所以如果你是本地人 今天呢 就是現在遊客就少了很多 那你本地人呢 今天星期一呢 當然 上班時間來的 不會很多 這個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又適合 這個時候呢 一輛大勢來呢 都非常舒服的 如果你買了年票 好像我那樣 我女兒放學呢 就載了過來 拍車又不用錢 而且呢 排隊呢 比以前呢 只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來到這個迪士尼的書房呢 誰說沒有人的 很多人 只不過不敷而已 不敷呢 就是開心很多的 玩 如果敷了的話 排隊排一個多小時才進來 我們進來完全不需要排隊 排隊排到一個多小時才進來 其實是盡興而來 但是未必是盡興而還的 這個環境我覺得挺適合 這裡美國六點鐘的美國大街小鎮 人數也不算特別多 好啊 自拍棍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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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部機都不能用 星期日下午的迪士尼 你看這裡 多少車 拍滿了 所以你說迪士尼沒有人呢 我今天星期做了測試 平日呢 因為現在少了很多內地遊客 平日呢 這個星期呢 我已經第二次進來迪士尼 今天是星期日 這裡是旺很多的 比起平日呢 我上次來的 平日夜晚 今天停車場幾乎是爆滿的 就是由此可見 就是開車進來的呢 就佔了相當大的數量 而 之前我和今天的觀察也是 那麼菲律賓的人 是相當多的 那麼 其實呢 有一個數據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7月份呢 香港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麼 遊客就大幅減少了 那麼 來自內地的遊客呢 比起童年呢 就減了這個5.5% 是跌了24萬人的 那麼 所以迪士尼呢 進來就看到 就是講本地語言 或者講英文的比例 就佔了相當大的部分 那麼 他還有一個數字 但是呢 中國內地的遊客跌 但是其他國家的遊客都是大幅上升的 就似乎沒有受到什麼機場 或者其他事情的大量影響 那麼 所以在澳門呢 澳門是搭船來 或者是搭車來 那遊客呢 是增加了2.8%的 增加了2500人 那麼 來自東南亞方面呢 譬如說印尼是3.7% 菲律賓就是大幅上升11.7% 香港很多菲律賓籍的工人 那麼他們的家人呢 就是 會多了來探望他 我自己在歐洲搭船的時期呢 船上的crew很多都是菲律賓人 他說他是太太在香港工作 就是預計了暑假來探望他 那麼這個也是 就是跟機票便宜 各方面 有些關係 各泰你也知道了 又受到內地的一些人抵制 所以機票是便宜了很多的 那麼好了 然後呢 英國的遊客呢 又增加了1.4% 增加了600人 荷蘭增加了3% 2600人 還有其他美國 歐洲 澳洲等等 都增加了的 所以呢 整體的人數下跌了4.6% 但是呢 大部分的國家呢 那個比例都是增加的 那麼這個其實我幾年前呢 是講禁航令 濟州島呢 內地遊客少了 但是呢 其他國家的遊客 甚至乎本地的遊客呢 是大幅增加的 那麼這個其實 因為人太多 如果是內地人團 很多時候是 那麼很多人 很多人 加上那些文明的衝突 行為上的舉止 那麼令到其他本地的遊客 還有外國的遊客 就不敢來 有一定的排他勝在裡面 那麼如果他們減少了呢 我來的士尼 上次每一個遊戲呢 都是不用排隊的 今天星期日 排少少隊 但是 整體來說呢 都是舒服了的 所以本地人又多了 所以如果香港要 政府要搞一些事情 那麼其實可以 我自己建議 就是贊助學校 小學生 給老師去旅行 除了大美督啊 大譚之外 一年來一次迪士尼 每一個級 這樣也不錯 或者資助他們和他們的家長來 那麼 就是令到本地的親子關係 也會提升 同學之外關係提升 香港社會和諧一些 所以這個 就是資助他們來海洋公園和迪士尼 去年就資助了海洋公園 建議今年呢 可以資助來迪士尼 我也覺得是相當之好的 這裡呢 就是傳說中的迪士尼的美食車了 那麼 現在過了食宴時間 那麼所以這裡呢 生意就不見長龍的 但是如果平時食宴時間呢 或者之前來看見晚上時間呢 都是非常之多人的 那麼經濟學原理呢 美食車呢 就是之前我講過的 是曾進華想出來的 那麼這件事情呢 我認為是非常之失敗的 原理是什麼呢 因為呢 你投了不同的標 在美食車上 然後呢 那些車呢 就固定一個位置 在迪士尼可能有些生意 但是如果是觀塘海斌呢 就不覺有生意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這個美食車呢 其實就是不能夠活發 而且呢 他們指明了呢 是要在哪裡呢 用什麼車 而那個車呢 就要 生意是做什麼的 那麼這個是大大限制了他們的靈活性的 其實做生意呢 就是引申到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政府的角色呢 是不可以呢 就是作為新經濟制度學派的說法呢 就不是什麼都介入的 你介入呢 你只可以呢 約制大家的行為 不可以做什麼 譬如說你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 不可以賣大麻 不可以賣毒品 那麼隨此以外呢 你就應該是被別人喝去做什麼都可以的 那麼所以美食車的道理 你就是約制它呢 就不要在哪些地區 譬如說 雙王寺的地區不能放 這個路口不能放 繁忙的地區不能放 那麼 其他地區你飲去到處拿 你只要有飲去到處拿的話呢 就是它的靈活性就大了 它就會知道定時定後 去試不同的地方 做不同的生意 你就不是 就是立暖呢 就定了一個地方的 立暖定了一個地方的話呢 它不要生意 它會被逼死守在這裡 它就不會去靈活變通 那麼所以 這個道理呢 我們看到的經濟學 從迪士尼那裡看到經濟學的道理 也看到曾俊華其實對經濟學的知識 就是掌握得不夠深 OK 走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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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剛剛經過了 看到日本人說日本人 說日文 你懂不懂日文 你學日文好不好 還是學法文?爸爸教你法文和德文 Hello 你好 多謝多謝多謝支持 好漂亮,這裏是迪士尼探索酒店 以往我來多數都住迪士尼酒店 這間還有荷里活都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這個建築 相當特別 好像露營的感覺 我們是買了全年年票的 金卡 所以一家三口 現在還沒讀小學之前 就可以多一點來的 因為讀了小學就不可以經常請假 現在就可以我上學不上學 而且回上午班 下午帶他們來 通常環境都不錯 在這裏住晚 買金卡還有折扣 買東西也有折扣 前面 有什麼 有什麼 尤其是 沒什麼 幫人